有这样一个暴力街区 这里毒面粉交易泛滥 到处是持枪的黑帮势力 这里没有学校 就连最后一个警察局也要面临关闭 政府无能管理这里 只好建起高高的围墙 将这里与市区隔绝 并取名为B13区 街区的一栋楼房里 这个名叫雷托的男子 正将一大堆的毒面粉稀释进下水道 他此时神情紧张 因为外面有一大堆人正要抓他 然而抓他的人并不是警察 他们只是街区的头号黑帮势力而已 只因雷托不愿看到周围的人 被毒面粉坑害 这才结了黑帮的祸独自销毁 就在为首的老K要撞门进来时 雷托抢先破门而出 他顺着管道 轻松躲过人群 面对被锁着的房门 他一个跳跃抓住消防水管 蹬破玻璃轻松地越过狭小的窗户口 摊爬上楼顶 因为这里是甩开黑帮势力的最佳场所 雷托一个跳跃来到另一栋大楼 然而黑帮小弟伸手也不赖 既然可以紧跟不放 沿着钢管爬上楼层 一个灵动的伸手 钻进了通风口 轻松地来到大楼里面 他独断地寻找突破口 一米多高的围墙 单手轻松一跃而过 铁栅栏在他面前形同虚射 可黑帮其中一个小弟就惨了 雷托最终找到了突破点 这栋远距离大楼 让黑帮小弟望而却步 只能不愤地看着雷托潇洒远去 黑老大兽猴 转过座椅 此时的他很不高兴 十几个人既然空手而归 随即拿起桌上的手枪 清理这帮废材 当轮到老K时 他突然有了办法 那就是抓住雷托的妹妹 以此要挟雷托现身 兽猴听完 这才饶了他一命 老K带着几个手下来到一处超市 而雷妹就在此处工作 大摇大摆地抓着雷妹 可这里的安保却不作声 然而 就当老K要把雷妹带到兽猴面前时 雷托破窗而入 率先劫持了兽猴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他 让老K乖乖地放了妹妹 兄妹二人开着兽猴的座驾 冲出了层层包围 但是雷托并不想放了兽猴 而是把他带到了 即将要关闭的警察局 可大批的兽猴手下 也将警察局团团围住 然而 这里的局长 明天就要退休 他不想惹事 人赃并获的兽猴 他不抓 反而是把雷托给关了起来 看着兽猴 把妹妹带走 雷托气愤不已 然而 局长自知心中有愧 隔着牢笼向雷托诉说 自己也是没有办法 雷托可不听这些个软话 他一把抓住局长 大声咆哮 随后一跃而起 就此了结了软弱无能的局长 面临牢底坐穿的雷托 他会以什么样的机遇 破局而出呢